青少年歌手天籁般的完美和声 舞动着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蹈 在传统乐器的伴奏下 弥漫着浓浓的南洋风情 这是印尼的Kodana儿童合唱团 将在2015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带来的表演 他们不只是唱得好 他们还跳舞 他们还演奏乐器 那是一个歌 舞 乐器 三方面完全结合的表演 他们唱的是印尼传统的民谣 从各个地方收集来的 那他们这几年在国际上表现非常的优秀 成立在1992年的Kodana儿童合唱团 来自印尼海啸受创最严重的雅琪省 海啸过后 他们去各地搜集失传的歌谣 传承起即将消失的文化 结合音乐跟舞蹈 让更多人看见印尼 第二首歌 我认为我认为当他们坐在线 我认为当中的歌谣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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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来自印尼 德国 匈牙利 美国等地的合唱团体 曾经获得2013年欧洲合唱大奖赛总冠军 拉脱维亚的KAMEL合唱团 今年夏天也会首度来台演出 浑身合唱团 但是他们是现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最厉害的合唱团之一 拉脱维亚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度 他们全国都唱合唱 他们有数不清的合唱团 每一个国民都是合唱团员 他们同时也是欧洲大奖赛跟许多世界大赛的冠军 开幕音乐会将会由台北爱乐和唱团跟台湾国乐团 重现国家文艺奖得主 作曲家钱南章的十二生肖 融合了东西方的素材 在大编制的演出中 将展现出人声跟乐器演奏的特殊创意 十二生肖其实是我们非常本土的材料 从年龄非常轻到年龄非常大的长者 其实大家都耳熟能想 其实用这十二生肖来作曲的作曲家 其实很少 那么歌词其实也不多 透过音乐 台湾跟世界人生团体相互交流 展现出合唱的无限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